菩萨能够比的 他们这些小通算什么啊 极乐世界这些人 所具的这些能力 我们讲的神通的能力 所具的能力 绝对不是其他大臣经上所讲的 那些用成定 用其他方法修的 跟他们那个不一样 刚才讲这是报的 是阿弥陀佛 千亿岁的修学 五节的圆满成就 是以这样的德能 我们看到这些是神话嘛 所以这个法目叫 男性之法 礼仪太深了 你等着菩萨要得不到如来的加持 他也搞不清楚 所以能信不容易啊 经后面说的 能够相信的是过去生中 无量节中 另外 所熏悉的善根佛德 你今天成就了 如果不是无量节的续根成熟 你今天纵然遇到的 也会把它当小说看 当传奇看 你不会相信的 所以这个法门 一般人不能相信 不能接受 我说了很多次 那是很正常的事情 他要一听 就相信 就接受 这是很不平常的事情 这都是自食 所以他这个通的能力 超过一切菩萨 声闻缘觉 那就更不必说了 再看第四段 我作佛实 所有众生 要看着他这个愿文词句 所有众生 是平等 没有鉴别 没有鉴别 这个九法界 有情众生 一律平等 生活过这界的 他心之痛 他心痛 他心痛什么 他是别人 别人心里 起心动念 他知道 所以诸位同学 你要小心 要谨慎 不要以为 你心里动个念头 没人知道 西方极乐世界 人个个都知道 你的一举一动 他看到 你一个人说悄悄话 他听到 齐心动念 他也想到 不要认为 没有人知道 西方极乐世界 人太多太多了 住不住 通通都知道 这都是事实 所以我们 要想做一个 阿弥陀佛的学生 做一个佛地词 将来跟他们是同学 我们的齐心动念 言语造作 你却想得 他们都看见 他们都听到了 他们都想得 没有一样能满得过他们 我们 配不配 参与他们的发挥 阿弥陀佛 纵然慈悲要接应我们 那这些同学们不接受我们 阿弥陀佛也不会来接应 这都都要想到 是我们将来 自己的德能 也是那些同修们 他们现在都居住了 所以念佛人 心地要清净 要正大光明 不做一点亏信事情 别人对不起我 可以 我不能对不起人 别人骗我 可以 我不能骗人 为什么呢 他们造成轮回一夜 我今天造作要生西方 我的一切 要用西方极乐世界 做标准 西方世界的标准 就是四十八月 就是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上所说的 我都要做到 这样才能够生西方 这样才能够 增高品味 若不惜之 亦那由头 百千佛刹 众生心念着 你看看 这个愿文上 多清楚 多明白 亦那由他 就是无量无边的 祝福插土 那个里头 所有一切众生 心里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